爱上天 爱上地 爱上原家 想着你 盼着你 心而如麻 然后下午都空脑一点 下午估计都伤不满 实在透极时了 怎么不再睡会了 随他吧 随他吧 反正冰天雪地我也不怕 给你吹吹 打打 放松 放松 没事 我摸你 不收你钱 随便摸 那你就睡吧 休息一会儿 等会主任就该来查房了 你那支应该要好 至少是有规律了 现在肩有这个医疗手段 能够帮助到你们 你们也要信心 对吧 我们在基金的准备 192 115 113 你以后给他送一下啊 马上别到那批了 他俩好难受 他不是摘车肠的,他吃一勺 吃个汤吧出来 行 吃汤就行了 你不是说2.5吗 8.5 都2.5,2.5都够低的了 8.5 嗯,8.5 你怎么打个汤 好 不是啊 转个汤 好 还是我打个汤 那谁下来做什么,打个汤 没下来 下来就做啥 哭炸哩 妈,一会前天回来,我都吃饭了 3.1 有,快点赶快点汤 1984年3月,已经有了两个女儿的孙少奇,又赢了两个女儿的孙少奇,又赢了两个女儿的孙少奇。 一对双胞胎女儿,看着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儿,夫妻俩那别提有多开心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双胞胎女儿当中的姐姐孙亚玲,在12岁的时候,就老实说口渴,不停地喝水上厕所,孙少奇感觉不太对劲,就把亚玲带到了医院检查,她一查,查出了亚玲患有先天性糖尿病。 都说糖尿病是遗传的,但是孙少奇家祖祖辈辈也没人得过糖尿病呢,怎么这孩子就得了这个病呢? 医生说,这是基因突变引起的,而且这种病,双胞胎一起患病的几率特别高。 虽然一家人都希望医生说的这一切不要发生,可是三年之后,不幸还是发生。